吴红艳也记不清 这是她第几次执行死刑 死亡对于她来说也是稀松平常 只是每一次都会戴上白色手套 似乎这样就不会沾上血腥味 在一次不愉快的交易中 张玲玲失手杀了那个男人 杀人偿命 她逃不掉 张玲玲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她当场就吓晕了过去 她的孩子还很小 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她死活都不签字 吴红艳劝她既然已经成为事实 就不要做没有意义的挣扎了 有这时间还不如给写封一书 她一定会转交家人手中 张玲玲不再挣扎 很快就妥协了 这次处决的任务就是吴红艳来执行 临行前罚警正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那生生指令犹如利剑一般 扎在张玲玲的心头 她卑微地低着头部说话 心里唯一还惦记的就是她走了 娃惠想她 荒娇野领吴红艳送走了张玲玲 烧掉了白色手套 在这一桩刑事案件中 女囚犯只不过是因为被欺凌 不堪重负才失手杀死了施暴者 然而最终却被判处了死刑 吴红艳虽然亲手执行过极其死刑案件 但这一次她心里却是说不出来的滋味 在这种拿命换来的练习中 没有人考虑过犯人会不会痛苦 也没有人考虑过吴红艳会不会恐惧 丈夫因病去世已经整整十年 这十年都是她一个人过 一下班 她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回到自己那个毫无人气的破旧小屋 每天按部就班毫无新意 身处偏远破络的小城 吴红艳的生活如同笼罩在灰暗的天空下般绝望 她人生中唯一的期待 就是坐上从平川开往新城的绿皮火车 到城里的婚姻介绍所 参加各种各样的相亲联谊活动 为了将来的幸福生活找了这个办法 男人坐一排都翘着二郎腿 看好是自己的菜就行动 女人坐一排个个都很矜持 等着男人们来邀请 吴红艳始终放不下姿态 一副男人驾驶毫无女人味可言 只有一个秃头的男人来到了他身边 不过男人并没有开口说话 只顾抽自己的烟 联谊舞会结束后 返程的车上 一个叫老王的男人上前搭讪 他在相亲会上看上了红艳 吴红艳兴致不高如冷面欲解 老王突然变出个小玩具送给红艳 两人开始热情地聊了起来 下了车两人就开房继续探讨魔术 没想到老王还真有两把刷子 魔术一个接一个 逗得吴红艳喜笑颜开 他很久都没这样开心过 这时老王觉得时机已到 扑上来就想占有吴红艳 吴红艳顿时被吓坏了 这时的他还没有心理准备 老王心急火燎的势必要拿下 他用尽浑身解数才可以解脱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吴红艳都没有去相亲 而是每日重复着下班回家 可刚走进冰冷的房间 隔壁就传来一样的噪音 是新搬来的邻居 听说是在舞厅上班的 经常带男人回家 吴红艳侧耳倾听 那干涸已久的耳膜好似被填满 可这终究不过是隔靴搔痒 他垂了垂墙壁 压制住蠢蠢欲动的情绪 吴红艳来到张玲玲丈夫工作的钢厂 履行承诺交付判决书以及骨灰 张玲玲的遗愿是孩子交给他哥抚养 而失去抚养权的丈夫李军 正在门口偷听法警的谈话 他从谈话中得知 正是这个叫吴红艳的女人送走了妻子 李军没脸站出来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一切都是他太过窝囊造成的悲剧 否则妻子也不会沦为出卖身体 罚警走后 厂长派人找到李军 回到家里 大舅哥早就等着他了 他的东西都被扔了出来 包括妻子的骨灰盒 他没有丝毫抗争的勇气 一直以来 他都只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人 原本还可以窝囊地活着 可老婆没了孩子没了 整个家也毁了 他的人生也被推至绝境 男人找到了妻子曾经工作的旅社 这里早已有了新的小姐 或许是为了了解妻子当初的工作 或许是为了寻求一丝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 可才刚开始 门外等候多时的汉子就踹开了房门 汉子用铁棒一下下敲击着栏杆 他想活命就得给钱 李军缩在角落不敢动他 原来妻子一直过的生活是这样的 他一时找不到发泄口 就将矛头对准了给妻子执行枪决的吴红艳 法院门口李军远远地看着他 就是这个女人杀了自己的妻子 他尾随吴红艳摸清了他的行动轨迹 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 吴红艳起初并没有察觉 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 往返于每周一次的婚戒所举办的相亲 这天下班 他被隔壁的女孩叫住 他很感谢吴红艳没有告发他经常带男人回来 还夸他仗义 声称自己并不是法郎妹 他是舞蹈专业毕业 目前在一家歌厅跳舞 他还热情邀请吴红艳有空去他那做作 吴红艳没有答应 而是看女孩穿着前卫身材妩媚 自己则是冰冷不尽人情毫无女人味 每次相亲时 他总是独自一个人沉默地坐在一边 寡言少与面无表情 因此十年来很少有男人主动接近他 仅有的几个也都是单纯基于他的长相 经历了一次次的挫败与失望 这次 婚戒所直接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老板 男人第一次见面 就带他去看了新买的房 合适就可以结婚 吴红艳的心里美滋滋的 之后他故意在男人的车里装睡 而对方没有打扰在一旁默默地等候 真是个体贴的男人 分别之后 吴红艳一个人在街头闲逛 那一丝丝的满足感让他的内心欢愉 走到一家饭馆前 却发现男人正和另外一个女人聊得热火朝天 吴红艳相亲次数多了 知道这就是婚妥 面对询问老王索性承认了 吴红艳冷静地掏出200元钱 希望他能陪自己一回 男人没有拒绝 两人走在无人的大街上 吴红艳靠在男人虚假的肩膀 感受这片刻温暖和宁静 走了几时不后女人放开了男人 加快步伐朝前走去 从此分道扬镳 没有欢乐没有悲伤 只有平静 本打算放弃的吴红艳 无意间遇到了同样异于琢磨的李军 两人在隧道相遇 张灵灵是你送走的 吴红艳停下瞥了一眼 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 只当他是个奇怪的陌生男人 这晚他没有回家 静止来到了隔壁女人的舞厅 他想看看怎么样才算真正的女人 看着舞台上搔手弄姿的舞女 吴红艳似乎有那么一点懂 丈夫死后 他变得不再主动 身上所有闪光点都被那骨子寂寞掩盖 越压抑越寂寞 越寂寞越压抑 如此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他极需要一个生活中能排遣孤独的人 他甚至学会了化妆打扮自己 坐上夜车来到相亲舞会 他的冰冷将男人们拒之门外 又到了散场的时候 大厅里只剩下一个陌生的男人 没男人相中 他只好离开了这里 他走下楼梯 隐约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拿出镜子假装涂口红 发现正是隧道里询问他的男人 他不确定男人是专门为他而来 地下通道里 李军掏出了随身的小刀 忽然来的人群打动了他的计划 再次跟上才发现红艳正直直地盯着他 第一次来婚解锁吧 就这样两个人在一前一后的跟踪中 开启了一段别样的激烈 吴红艳默默把他引向旅店 同样孤独 同样落寞的两人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纵情其中 旅店里未曾染血的刀子被丢下 红艳毫不吝啬地将内心压抑已久的关爱和温情 送给了对方 也算是挣脱了多年以来内心的枷锁 这一刻的他体会到了久违的幸福感 但李军那寂寞的神情 足够让他付出一切 而李军只是对仇恨的发泄 此前的种种遭遇 早已让他的心灵变得僵硬冰冷 此刻的温存 对红艳来说不过是净花水月 李军带吴红艳来到他看水库的地方 说这里的工资只够养活自己的 吴红艳说没有关系 愿意跟他处下去 李军也很无语 他还没想清楚这件事 等到同事叫他下去维修才得以解脱 女人翻出一张照片和法院判决书 而照片里的女人 正是被他枪决的囚犯 他一时间缓不过进来 这难道就是天意吗 而此时囚犯的丈夫回来了 并将他五花大绑 又狠狠地教训了一回 但是随后又为吴红艳松绑 拿出包里东西让他坐下来吃 吃完后要带他去水库划船 听了这话的李军一边推船 一边崩溃大哭 爱与恨交织的感觉让他痛苦不堪 与此同时 他还在李军常备的背包里 发现了准备用来杀他的匕首和斧头 原来自从妻子被枪决后 唯一的儿子不仅被丈母娘家夺去 自己也被工厂老板分配到 又苦又累的水库工作 每个月辛辛苦苦只有160块的工资 被残酷的生活一步步推向绝境的李军 总是一个人站在船上 失魂落魄地随流飘荡 他时常捧着王妻的骨灰 拿起一把放进嘴里轻轻地咀嚼 以此怀念与妻子曾经有过的美好 看着包里面装得全是凶器 吴红艳不由打了个冷战 本能驱使他赶快逃离 顺着公路走啊走 发现路边有匹白马驼了一车柴火 正被人用鞭子一遍遍地驱赶 马儿无法挣脱枷锁只能跪下受死 吴红艳想到了自己 他空洞着双眼 麻木地走向了回去的道路 回到水库后 李军正绣着围巾上的香味 看到吴红艳又回来了 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 二人照源计划去水库划船 临行前 李军并没有去拿桌上装有凶器的包 而是吴红艳提醒了他 李军登上小船后 轻声细语地呼唤吴红艳上来 电影到这里落下帷幕 在网上莫名其妙地下了夜车 但同时又是如此的鲜活 导演的眼光独到 选择了边缘的小城 边缘的人物 看这部片子用了三天 因为他很闷 真的很闷 但却在最后一刻被震撼 如果明知是死亡 你还会赴一场这样的约会吗 当女主看到那匹 被人用力鞭打的老马时 他所有的精神在那一刻崩溃 很像韩国电影金记得的风格 有着温吞的残忍 却真正地让人心动 忽然就想起了那些声名昭著的大腕 打着艺术的招牌 却穿着一双沾满泥渍的鞋子 不是风尘仆仆 是抬头看天使踩到了烂泥里 谁能真正地沉静下来 带给我们一场精神的盛宴呢